政府昨天宣布雪州六县明天起落实行管定 但无论是经济领域、学校是否关闭等都没有明确的指示 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禁止跨州跨县 只是被这六个县整个包围疫情同样严峻的吉隆坡 却被排除在外 让行动党四眼末国会议员杨巧双大呼无法理解 另外这六个县经济活动照常 也让前首相纳吉直呼疯了 而王建民更质疑政府不断实施荒面无用的封锁措施 是否真的有心要遏制疫情 从雪龙地图来看 明天起重启新管令的水州六县将吉隆坡团团包围 两地还有许多衔接处和重叠处 在跨线禁令下民众出行要如何拿捏 和网友们一样 行动党四眼末国会议员杨巧双也有同样的疑虑 他昨晚在推特发文指出 位于巴达林在野的万达广场 明天起将落实行管令 但越过红绿灯 距离只有百米的敦伊斯麦花园 却是隶属龙市 那里并没有落实行管令 他直言无法理解国家安全理事会 实施这次行管令的用意 贴文一出随即引起了热烈反响 有网民业余回应 指新冠病毒可能是停在了交通灯 感到混淆的还有商界 国防部高级部长拿杜斯里伊斯麦沙比里 昨天只是宣布了 这六个县的经济活动照常 却没有说明那些经济领域获准营运 另外按照过往两次的行管令 学校都会关闭 但至今学校并没有接获任何直接指示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前副部长王健民 质疑政府是否有心要遏制疫情 因为过去15个月 对抗病毒的努力没有任何进展 反而实施荒谬而无用的封锁措施 进一步加剧贫穷 还有浪费数十亿令级 在各种补贴和援助措施上 也是行动党万一国会议员的他狠批 政府在应对疫情危机时缺乏沟通 在没有合适的策略下 导致部分商人放弃挣扎求存 宁愿关门结业 无用的干预 也让之前的努力前功尽弃 前首相拿都斯里纳吉 也不苟同实施行管令的 水州六线经济活动照常 他在脸书留言讽刺政府 一遍又一遍重复同一件事情 希望可以从中得到不同的结果 简直是疯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